大家好,我是玛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泰南达大师是新都教神 师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昨天大师在开示中的时候讲到 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大的幻象的大洪水 大灾难的阶段 人的内心会有巨大的挑战 因为这个能量的问题 我们是要清理自己内心所有的毒素 所以它既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能够快速的政务圆满 又是这样的一个卡点 如果你内心充满了无力的认知 那么你就会更深的陷入到玛雅之中 大师昨天讲的这个方面 是我们的25个存在的意识状态 在这个意识状态互相过渡的时候 比如说从深睡到梦境 梦境到清醒 从醒来再到更加有觉知这个状态等等 每一个状态之间的转变 都会让我们有这个很大的躁动 和内心的这个抗拒情绪 比如说 大师讲 正常情况下 你从睡眠到醒来的这个状态 你可能觉得心里会不舒服 这样不想起床等等的 会心情不好 有怒气 但是现在甚至连相反的都有这种现象 比如说你要去睡觉 你都会觉得很有怒气 心里很不舒服这样 很烦躁 这样的现象呢 大师说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要吃东西了 当你呢 做流食 就是把你的身体呢 进入到体内的所有的固体的含量降到最低 然后呢 用有营养的健康的液体了 来这个滋润你的系统 这个时候呢 你的身体就开始强烈的修复自己 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呢 是每一个人 我们的基因当中就有的这个智慧 当我们开始做流食 Nirahasamiyama的时候 我们用大师的话讲 就是自己在吃自己 就是我们自己的细胞在吞食自己 在清理自己 在更新自己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会有一些这个 当然它的最终的结果是 能够让我们有最大程度的灵性的提升 然后呢就是在这段时间要强烈的放开思绪 尤其是在做流石的时候 大师说呢这个流石它的益处是太大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有很多的业力模式窜出来 就是你的怒气可能比以前要大 或者你的情绪起伏就更多这样 但是他说这个都是在清理的过程 只要你能够放开思绪 然后让自己进入到超脱的状态呢 这一切都会非常吉祥的发生 然后在这个过程清洁之后呢 你自然而然就有一个大的提升了 然后大师也讲呢 在人生当中很难有六个月的时间 能够让我们静心的去灵修 现在这个地球呢 这个世界呢已经进入到了静止的状态 就是所有的事业 包括情感上的投入和投资呢 都不会有任何的回报 相反呢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你也不需要担心 你也不会落伍 你也不会掉队的 不会说因为这段时间别人做投资 他就会比你富足 不是这样的 所有的人反倒是在凡事中参与的程度 更高的这些人呢 他们反倒更加受打击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灵修 闭门 然后让自己就是全身心的用大师教学来过你的人生 参加我们Parmashiva O'ham 或者Parmashiva Ghana这个项目 是最好的方法 大师说即使你连这个也做不到呢 最好是什么都不做也比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强 也就是你每天就吃和睡也比其他事情强这样 说到睡呢 大师也说这段时间不要睡眠超过六个小时 因为如果你睡眠超过六个小时 你的身心灵会腐朽的 你会被这个洪水给吞噬掉的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的睡眠时间降低少于六个小时 并且在日常当中呢 让自己的身体活跃 比如说你可以做瑜伽啊 你可以跳舞啊 你可以 做饭 洗衣服 打扫卫生 等等的 运动 所有的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不要让自己身体闲着 而且大师说你也不需要给自己压力 觉得自己每天都必须 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只要你有心情 做就比不做强 所以呢 这是给所有同修最好的建议和最关怀的建议 也希望呢 所有同修都能在这段时间 积极地做Calling的工作 让更多人加入到我们这个灵性的团队 去拯救他们 让他们从幻象中走出来 能够为这些人的未来有一个好的 就是我们对他们的未来有贡献 然后这些人自己呢 他们也可以免除这个大的洪水 给自己带来的任何的伤害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天亮灯 我心里我是你天亮灯 我到底制作给转会 谢谢大家